這間就是我的房間了 屋頂是呈三角形的 我有一張桌子可以放東西 還有其實這裡還有房間的 這間房子說之前幾天有俄羅斯兩個男生睡過 他說房間還沒準備好所以我就住在那邊了 如果我要下去廳就要走這條斗斜的樓梯 我旁邊就是他們的大房 這裡是有極多房的 這間房子就好像是寶寶一樣的 之前我就放一些行李在這裡了 這裡有很多房子 你看這裡放了他們很多書 現在很黑 它平時如果是晚上的時候 這裡是會有自動的開燈系統 但現在是早上所以是沒有的 然後這裡又是一間房子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洗澡房 但是我始終都是不明白為什麼廁所是沒有洗手盤的 然後這裡又是一條小樓梯 我呢就住在三樓的 剛才給你們看的就是二樓來的 然後呢這裡就是 他之前有介紹過給我聽 說這裡是他們家裡每一個人 有他們專設的掛衣的位置 然後呢這裡就是我家裡的其中一個成員 就是爸爸 然後呢 嗯 這裡也可以出去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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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嗯 嗯 這個就是客廳 然後呢 就是我們呢 平時就是在這裡吃東西的 這個呢 就是開放式的 嗯 廚房 我剛才就是吃了 嗯 這裡 養的雞的 新鮮的雞蛋 然後這個呢 就是 嗯 一個 廳這樣 可以大家坐一起看電視 然後還可以躺在一張長長的梳化上 他說你可以上攤的話你就攤吧 這樣 這樣說 然後呢 其實呢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嗯 剛才那個爸爸在這裡 因為呢 剛才是 只有我自己一個在家裡 然後呢 然後這裡呢 我都不記得了 這些東西多到 哇 這個又是另一個的廁所 然後 旁邊呢 就應該是 嗯 啊 雜物房 超黑的 你們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超黑的 可以拿 有毛巾 還有一些背包 然後之後 喔 這裡呢 還有第二間的洗澡房 就是這樣 大概 然後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想要出去的話 你就 啊 這裡呢 這裡呢 可以拿來洗衣服的地方 它有洗碗機 有 洗衣機 還有 這個 乾衣機 然後呢 關門 然後呢 欸 為什麼這個 我迷路了 怎麼辦 為什麼這個出去是廳 可能是這裡 對了 是不是這裡 對了 這個是可以通出去的 他們呢 這個位置呢 就放了很多單車 跟你們說 很多 很多 我之前有數過 好像 好像有十輛左右 很誇張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這裡出去之後呢 就是 一大片的草原啊 看看 然後呢 我剛才呢 就有跟他們 不是 有幫他們 浪衫啦 然後 一起在這裡聊天啦 看看 超大的自然風 現在 正在穿著衣服 啊 超舒服 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 原住那裡呢 其實是 有一些牛啦 牛在這裡 吃草啦 然後 平時 拿奶 就是拿那些牛的啦 哈哈 之後呢 我昨天見識過 這裡呢 這一間屋仔 就是 給 羊咩咩的 然後呢 它這裡呢 就有 兩隻羊啦 四隻雞啦 一隻兔啦 還有四隻貓貓的 當然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羊羊的 居住的地方 大那隻是女女 四隻是媽媽 Hello 之後呢 超可愛的 因為 她那個 那個 媽媽的 老公呢 是大種 所以搞到她那個 女女都超大的 媽媽 媽媽 現在 十九歲 之後 她的女女 現在六歲 然後呢 帶你們去看 兔兔啦 其實呢 昨天在床上 兔兔是我的 哈哈 之後 對了 在浪衫的下面呢 就住了一隻兔兔 Hello 兔兔 Hi Bye 好明顯地 她是不懂聽我說話的 哈哈 可能我要說韓文 她才聽得懂 哈哈 嗯 然後這些就是 她對面那些 就隔離 屋鄰居啦 然後看我看到 那裡有一大座 黑色的 是車旁那些 應該 我估計她就是芝士啦 然後就來這裡呢 看什麼呢 看雞呀 但是 昨天呢 我就是看這裡啦 昨天那些雞在裡面的 然後之後呢 她無緣無緣無緣 就在這裡啦 打開了門 然後伸了手 出來啦 然後之後呢 又叫我伸了手 出來啦 就給我一些東西 為什麼呢 原來就給那隻雞打我咯 那裡又是牛牛啦 然後後面那些 是新式的風車 看看BB 雞雞 雞雞雞雞 Hi 她好可愛的 她養兔 就養男仔 但是 等等 等一下 她養兔子 養男仔 我都不記得了 我已經不記得了 哪些是男哪些的女 反正呢 她養 養動物 她全部都養 就是同一個性別啦 因為她不想他們生小朋友啦 然後 其實她說的雞 她說雞雞呢 其實通常呢 一隻雞呢 會有一隻蛋啦 但是呢 嗯 最 就是她有個 時期是會 嗯 三四隻啦 接著有時期會三隻啦 兩隻啦 接著一隻 這樣子 接著這裡有媽媽 我接著那些媽媽 她是可以到處走的 喵 Hi 認不認得我啊 認得我沒有啊 就是這樣啦 喜歡唱歌嗎 哈哈 對